对待动物十分有爱心的罗志祥先前刚在微博上与妈妈公布要领养一只法国斗牛犬使其不会被安乐死 以此呼吁让大家爱护小动物 然而这一温暖举动和满满爱心却惨遭投诉 近日罗志祥被曝在基隆家中顶楼养了一只重200公斤的大猪公 遭邻居痛斥 臭气熏人 且质疑为何罗志祥有特权霸占顶楼空间 据悉投诉民众指出 由于他长时间踩踏地板导致漏水 加上猪粪四散 楼梯间就可闻到恶臭 有邻居更抱怨 有时候水表坏了 要上顶楼关水或想晒棉被都要忍住恶臭 还要害怕被小猪攻击 更提出质疑称 一样是住户 难道他们有特权吗 对此 罗志祥经纪员表示 以尽力做好清洁工作 罗志祥正与流浪动物之家联络 网于年底前可以将家中动物运走 以减少对邻居的困扰 不再成为住户眼中的恶邻居